今天我们做能摧坏度的护膜 其实能摧坏的膜 是本身所有的障碍 是由你自己的摧坏 是摧坏你自己的本身心中的所有的膜障 这是一个重点 膜本是空 是你自己心中里面所幻化出来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真理 真正的真理的所在 先把你自己本身身上的膜障摧坏了 外面的膜障就没有了 外面的膜障显现 是因为你的心气招来的 如果你完全是一个清静 你已经完全清静 根本就没有膜障 要了解这个道理 我今天跟你大家讲 其实能摧坏 摧坏你自己心里所幻化出来的膜障 嗯 这样了解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